十点上课 十点上课 你六点就要出吗 九点五十 你要走四个小时 早上肯定要多饭吃 去的时候走一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走一个小时半 就是每隔一天去叔叔家吃一个饭吃吗 那不在叔叔家吃的时候在哪吃 在我自己做 你做什么呢 用柴做 用柴是吃什么 吃菜 你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 有菜是不知道哥哥去奶奶 就是家奶奶 他也是走一个离婚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好好学习 茉莉读书 他最怕的就是下大雨时 漏雨的土坯房被大水冲垮 他自己过了好多年吗 他这种流氓 我估计得有十岁之前 他就已经是这种状况了 就是你 对对对 十年前就这样了 自己晚上做也安全 是啊 没问题 没问题 十二岁的遗族女孩黑哈莫沙英 爸爸病逝了 妈妈为了生计外出打工 她带着八岁的妹妹和五岁的弟弟 借助在山下邻居家 不足三平米的小屋里 对于城里孩子来说 开个门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商人 打开这扇门是那么不容易 那里面是一个性命令的 或者是一个性命令的 准备不换 还没有什么 是上海的 下去 他觉得有点 我看他没说 这样 mouvement 他就去看一看 他就去看 你喜欢这个 我他都去看 他就走 全世界 天使用 这是你们晚饭是吗 这里头做的是什么呀 蜡热板就过你的时候 蜡热的皮子 蜡肉皮 这是什么呢 妈妈去打工了 不知道 这是户比 没关系 我们来了我们就是帮助你们的 妈妈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我刚才问他们生活上需要什么东西吗 还没说你们需要一个家 平常你们怎么睡呀 我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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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习不要放弃希望 再记忍 再记忍 因为职业关系 我们到过西北 西南的许多贫困地区 贫困失学的现状 有时已经让我变得默然 但是这次 真的不一样 不知是大凉山的迷雾 还是泪水 模糊了我们的双眼 大山身处 遗族孩子的生存状况 让我们没有想到 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 让我们没有想到 孩子们 对温暖的渴望 让我们没有想到 对知识的渴求 让我们更没有想到 作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小小的关爱 带给大山深处孩子们的 一定是温暖和快乐 2014年六月儿童节前期 真不相信 在小爱的帮助下 阿拉莫尼格和黑黑莫沙伊 带着大凉山孩子们的渴望 带着学校老师 和遗族老人们的期盼 在国家大剧院 六月儿童节晚会的现场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中国关公委主任 顾秀莲叮嘱大家 希望社会国家人士 多多的关心我们 贫困的孩子 特别是关心我们的 留下儿童 留下儿童 有大家先一份爱心 他们就会生活得更加快乐 更加好 谢谢 中国关公委常务副主任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胡振民 叮嘱大家 我们要关注大凉山 关注留少儿童 北京无数的爱心人士 普普通通的市民 城市的孩子们 把一份份真切的爱 送给了大凉山的孩子们 无声无息 却唱松神迹 只要小小的自己 有请我们的 男朋友老师小鹿姐姐 特别想赐给他们 这个非常柔软的 保重玩具 让他们的成年呢 变得温暖的态力 选择这样的一个篮球 其实就是希望 所有的小朋友 包括大凉山的小朋友 都能够在未来 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强健 用强健的身心 去迎接属于你们美好的未来 小爱的初衷 是建立一个 让孩子们参与爱 分享爱的平台 让城乡小伙伴 实现相互关爱 2014年8月 在小爱爱心着急下 不同城市的四个家庭 五个孩子 带着玩具 文具 和一颗颗迫切的爱心 共同走进大凉山 这才有了偏头紧的孩子 那法子内心的感受 却不留缝隙 无论是我还是你 陌生或熟悉 爱总是点点滴滴 凝集了春意 小爱团队 小爱团队今年四次走进大凉山 只为给那里的孩子 带去小小的关爱和温暖 专门跟你联系 你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找 以后你们就结队了 一队好不好 你啥事你就打电话 在小爱的帮助下 崭新的教学楼即将处立 孩子们就要在新餐厅吃上热腾腾的营养午餐呢 特斯江小学的吉尔尔日校长 远离县城的爱人和孩子 孤身一人 坚守在教学岗位 这个扶索的一族汉子 没有好眼状 只是说 是小爱 让这里的孩子 看到了希望 小爱 真的很温暖 太好了 时至今日 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七千万人 两千万儿童生活在平空线以下 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面临的亲情缺失 生活抚育 教育监护 安全保护等问题 以及流动而同面临的平等接受教育等问题 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同在蓝天下 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实现他们最朴厚的梦想 关心他们的成长 不仅是爱心人士 更是全社会 共同的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